好 下面再來看一組最新的中共病毒疫情簡訊 澳大利亞最大的兩個州 西南威爾市和維多利亞 週日報告新增中共病毒感染病例略有下降 悉尼所在的西南威爾市州報告了105例新病例 低於前一天的111例 州長貝雷吉克利安一天前收緊了悉尼的限制措施 包括關閉所有建築和物業維修工程 並禁止疫情較嚴重的郊區約60萬人離開居住地上班 維多利亞州新增16例 低於前一天的19例 週六 法國各地超過10萬民眾遊行 抗議總統馬克龍強制疫苗接種的做法 抗議者表示 馬克龍本週宣布的全面措施 侵犯了他們的選擇自由 這個國家正在一點一點的剝奪民眾的自由 馬克龍計畫強制為衛生工作者接種疫苗 並要求民眾在獲得疫苗接種證書 或病毒檢測陰性後才能進入酒吧 餐館和電影院 馬克龍的聲明已於本週早些時候在巴黎引發示威 在被追蹤到與感染中共病毒的衛生部長薩基德密切接觸後 英國首相約翰遜和財政部長蘇納克開始自我隔離 按照英國防疫的規定 密切接觸者通常被要求自我隔離10天 但最初 首相辦公室表示 約翰遜和蘇納克獲准參加視點項目 繼續在辦公室上班 而受到媒體批評 儘管英國目前每日新增感染超過5萬人 但政府對擴展疫苗項目充滿信心 計畫在週一取消幾乎所有限制 新唐人記者徐哲 林明迪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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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